红楼梦 第118回 既为贤,就凶妻弱女 经谜语,妻妾见痴人 话说行王二夫人听犹是一段话,明知也难挽回 王夫人只得说道,姑娘要行善,这也是前身的素根,我们也实在拦不住 只是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了尸体 如今你嫂子说了,准你修行,也是好处 却有一句话要说,那头发可以不剃的,只要自己的心针,哪在头发上头呢 你想妙玉也是戴法修行的,不知她怎样繁星移动,才闹到那个份儿 姑娘执意如此,我们就把姑娘住的房子变算了姑娘的近视 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们来问,她若愿意跟的,就讲不得说钦佩人 若不愿意跟的,另打主意 习春听了,收了泪,拜谢了行王二夫人,礼丸,游士等 王夫人说了,便问采平等,谁愿跟姑娘修行 采平等回道,太太们派谁就是谁 王夫人知道不愿意,正在想人 习人立在宝玉身后,想来宝玉必要大哭,防着她的救病 岂知宝玉叹道,真真难得 习人心里更自伤悲 宝钗虽不言语,遇事试探,见事执迷不醒,只得暗中落泪 王夫人才要叫了众丫头来问,呼见子娟走上前去,在王夫人面前跪下 回道,刚才太太问跟四姑娘的姐姐,太太看着怎么样 王夫人道,这个如何强派得人的,谁愿意,她自然就说出来了 子娟道,姑娘修行,自然姑娘愿意,并不是别的姐姐们的意思 我有句话回太太,我也并不是拆开姐姐们,个人有个人的心 我服侍林姑娘一场,林姑娘带我,也是太太们知道的,实在恩众如山,无以可报 她死了,我恨不得跟了她去 但是她不是这里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难以从死 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我就求太太们将我派了跟着姑娘,服侍姑娘一辈子,不知太太们准不准 若准了,就是我的造化了 行王二夫人尚未答言,只见宝玉听到那里,想起待遇,一阵心酸,眼泪早下来了 众人才要问她时,她又哈哈的大笑,走上来道,我不该说的 这子绢蒙太太派给我屋里,我才敢说 求太太准了她吧,全了她的好心 王夫人道,你头里姐妹出了嫁,还哭得死去活来 如今看见四妹妹要出家,不但不劝,道说好事 你如今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我索性不明白了 宝玉道,四妹妹修行是已经准的了,四妹妹也是一定主意了 若是真的,我有一句话告诉太太 若是不定的,我就不敢混说了 习春道,二哥哥说话也好笑,一个人主意不定,便扭得过太太们来了 我也是像子娟的话,容我呢,是我的造化 不容我呢,还有一个死呢 哪怕石磨 二哥哥既有话,只管说 宝玉道,我这也不算石磨泄露了,这也是一定的 我念一首诗给你们听听吧 众人道,人家苦得很的时候,你倒来做诗哦人 宝玉道,不是作诗,我到一个地方而看了来的 你们听听吧 众人道,使得 你就念念,别顺着嘴而胡走 宝玉也不分辨,便说道 堪破三春景不长,姿衣顿改席年装 可怜秀护侯门女,独卧青灯谷佛旁 礼完,宝钗听了,诧异道,不好了 这人入了迷了 王夫人听了这话,点头叹息,便问宝玉,你到底是哪里看来的 宝玉不便说出来,回道,太太也不必问,我自有见的地方 王夫人回过未来,细细一想,便更哭起来,道,你说前儿是玩话,怎么忽然有这首诗 罢了,我知道了,你们叫我怎么样呢 我也没有法儿了,也只得由着你们去罢 但是要等我合上了眼,各自干各自的就完了 宝钗一面劝着,这个心比刀脚更甚,也撑不住,便放声大哭起来 习人已经哭得死去活来,幸亏邱文扶着 宝玉也不提哭,也不相劝,只不言语 贾兰贾桓听到那里,各自走开 李丸竭力的解说,总是保兄弟见四妹妹修行 她想来是痛极了,不顾前后的风化,这也做不得准的 独有子娟的事情,准不准,好叫她起来 王夫人道,十么一不一,横竖一个人的主意定了,那也是扭不过来的 可是宝玉说的,也是一定的了 子娟听了磕头 习春又谢了王夫人 子娟又给宝玉,宝钗了头 宝玉念生,阿弥陀佛 难得,难得 不料你倒先好了 宝钗虽然有把持,也难撑住 只有席人也顾不得王夫人在上,便痛哭不止 说,我也愿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 宝玉笑道,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能想这个轻浮的 席人哭道,这么说,我是要死的了 宝玉听到那里,道觉伤心,只是说不出来 应时已五根,宝玉请王夫人安歇 李丸等各自散去 彩平等赞且服侍习春回去,后来只配了人家 子娟终身服侍,毫不改出 此事后话 且言甲正服了甲母灵就一路难行 因遇着班师的兵将船只过境 河道拥挤,不能塑行,再到实在新交 信喜遇见了海江的官员,文德正海统治清赵回京 想来探春一定回家,略略解些烦心 只打听不出启程的日期,心里又烦躁 想到盘废算来不敷,不得已,写书一封 猜人到赖上荣任上借银五百,叫人沿途银上来 硬须用 那人去了几日,甲正的船才行得时数理 那家人回来,迎上船只,将赖上荣的摒弃乘上 书内告了多少苦处,背上白银五十两 甲正看了生气,急命家人,立刻送还 将袁书发回,叫他不必费心 那家人无奈,只得回到赖上荣任所 赖上荣接到袁书银两,心中烦闷 知识半得不周到,又添了一百 央来人带回,帮着说些好话 岂知那人不肯带回,料下就走了 赖上荣心下不安,立刻修书到家 回名他父亲,叫他设法告假,赎出身来 于是赖家托了贾强,贾云等在王夫人面前起恩放出 贾强明知不能,过了一日 贾说王夫人不一的话,回复了 赖家一面告假,一面猜人到赖上荣任上 叫他告病此官 王夫人并不知道 那贾云听见贾强的假话 心里便没想投 连日在外又输了好些银钱 无所递偿,便和贾还相商 贾还本是一个钱没有的 虽是赵姨娘积蓄些微 早被她弄光了 哪能照应人家 便想起凤姐待她刻薄 要趁贾连不在家 要百步巧姐出气 所以把这个当叫贾云来上 故意的埋怨贾云道 你们年纪又大,放着弄银钱的事又不敢办 到和我没有钱的人相商 贾云道 三叔,你这话说得倒好笑 咱们一块儿玩,一块儿闹 哪里有银钱的事 贾还道 不是钱而有人说是外翻要买个偏房 你们何不和王大就商量把巧姐说给他呢 贾云道 叔叔,我说句招你生气的话 外翻花了钱买人 还想能和咱们走动吗 贾还在贾云耳边说了些话 贾云虽然点头 直到贾还是小孩子的话 也不当事 恰好王仁走来说道 你们两个人商量些时么,瞒着我么 贾云便将贾还的话 傅耳低言的说了 王仁拍手道 这倒是一种好事 又有银子 只怕你们不能 若是你们敢办 我是清舅舅,做得主的 只要还老三在大太太跟前那么一说 我找行大就在一说 太太们问起来 你们起打火说好就是了 贾还等商议定了 王仁便去找行大就 贾云便去回行王二夫人 说得锦上添花 王夫人听了 虽然入耳,只是不信 行夫人听得行大就知道 心里愿意 便打发人找了行大就来问他 那行大就已经听了王仁的话 又可分肥 便在行夫人跟前说道 若说这位郡王,是极有体面的 若印了这门亲事 虽说是不是正配 保管一过了门 姐夫的官早复了,这里的身世又好了 行夫人本是美主义人 被傻大就一番假话哄的心动 请了王仁来疑问 更说得热闹 于是行夫人到叫人出去追着贾云去说 王仁即刻找了人去到外帆公馆说了 那外帆不知底细,便要打发人来相看 贾云又钻了相看的人 说明原是瞒着和宅的,只说是王府相亲 等到成了,他祖母做主,亲舅舅的宝山,是不怕的 那相看的人硬了 贾云便送信与行夫人,并回了王夫人 那礼丸,宝钗等不知缘故,只道是件好事,也都欢喜 那日,果然来了几个女人,都是艳装丽服 行夫人接了进去,续了些闲话 那来人本知是个告命,也不敢怠慢 行夫人因事未定,也没有和巧姐说明,只说有亲戚来瞧,叫她去见 那巧姐到底是个小孩子,哪管这些,便跟了奶妈过来 平儿不放心,也跟着来 只见有两个工人打扮的,见了巧姐,便浑身上下一看 更又起身来拉着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略坐了一坐就走了 到把巧姐看得羞骚,回到房中纳闷,想来没有这门亲戚,便问平儿 平儿先看见来头,却也猜着八九,必是相亲的 但是二爷不在家,大太太做主,到底不知是哪府里的 若说是对头亲,不该这样相看 巧那几个人的来头,不像是本知王府,好像是外头露鼠 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说明,且打听明白再说 平儿心下留神打听,那些丫头,婆子都是平儿使过的 平儿一问,所有听见外头的风声都告诉了 平儿便吓得没了主意,虽不和巧姐说 便赶着去告诉了李婉,宝钗,求她二人告诉王夫人 王夫人知道这是不好,便和行夫人说之 怎奈行夫人信了兄弟并亡人的话,反一心王夫人不是好意 便说,孙女儿也大了,现在莲儿不在家 这件事我还做得主 况且是她亲舅爷爷和她亲舅舅打听的 难道道比别人不真吗? 我横竖是愿意的 躺有时么不好,我和莲儿也抱怨不遭别人 王夫人听了这些话,心下暗暗生气 勉强说些闲话,便走了出来告诉了宝钗,自己落泪 宝玉劝道,太太别烦恼,这件事我看来是不成的 这又是巧姐儿命理所招,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 王夫人道,你一开口就是疯话 人家说定了就要接过去 若依平儿的话,你连二哥可不抱怨我吗? 别说自己的侄孙女儿,就是亲戚家的,也是要好才好 行姑娘是我们做梅的,配了你二大舅子,如今和和顺顺的过日子,不好吗? 那秦姑娘,梅家娶了去,听见说是丰衣足时的,很好 就是使姑娘,是她叔叔的主意,头里缘好 如今姑爷劳病死了,你使妹梅丽志手寡,也就苦了 若是巧姐儿错给了人家儿,可不是我的心坏 正说着,平儿过来乔宝钗,并探听行夫人的口气 王夫人将行夫人的话说了一遍 平儿待了半天,跪下求道,巧姐儿终身全仗着太太 若信了人家的话,不但姑娘一辈子受了苦,便是连二爷回来,怎么说呢? 王夫人道,你是个明白人,起来听我说 巧姐儿到底是大太太孙女儿,她要做主,我能够拦她吗? 宝玉劝道,无妨爱的,只要明白就是了 平儿生怕宝玉疯颠嚷出来,也并不言语,回了王夫人,静字去了 这里王夫人想到烦闷,一阵心痛,叫丫头扶着,勉强回到自己房中躺下 不叫宝玉宝钗过来,说,睡睡就好的 自己却也烦闷,听见说李沈娘来了,也不及接待 只见贾兰进来请了安,回到,今早爷爷那里 打发人带了一封书子来,外头小子们传进来的 我母亲接了,正要过来,因我老娘来了,叫我先承给太太瞧 回来我母亲就过来来回太太 还说我老娘要过来呢?说着,一面把书子呈上 王夫人一面接书,一面问道,你老娘来做什么? 贾兰道,我也不知道,我只见我老娘说,我三姨儿的婆婆家有什么姓儿来了 王夫人听了,想起来还是前次给珍宝玉说了礼器,后来放定下查 想来此时珍家要取过门,所以李沈娘来商量这件事情,便点点头儿 一面拆开书信,见上面写着道 竟因沿途巨细海将凯旋传之,不能迅速前行 文探解随温序来都,不知曾有信否 前接道连指手柄,知大老爷身体欠安,亦不知已有却信否 宝玉,兰戈场其已尽,勿须实心用功,不可怠惰 老太太灵旧底家,尚须日时,我身体平善,不必挂念 此欲宝玉等之道,月日首书,戎儿令禀 王夫人看了,人就递给贾兰,说你拿去给你二叔叔瞧瞧,还交给你母亲吧 正说着,李婉同李沈过来,请安问好碧,王夫人让了坐 李沈娘便将真家要取离奇的话说了一遍 大家商议了一回子 李婉因问王夫人道,老爷的叔子,太太看过了吗?王夫人道,看过了 贾兰便拿着给他母亲瞧 李婉看了,道,三姑娘出门了好几年,总没有来,如今要回京了,太太也放了好些心 王夫人道,我本是心痛,看见探丫头要回来了,心里略好些 只是不知几时才道 李沈娘便问了贾正在路好 李婉因向贾兰道,戈儿瞧见了 场期进了,你爷爷惦记得什么事的 你快拿了去给二叔叔瞧去吧 李婉娘道,他们爷儿两个又没进过学,怎么能下场呢? 王夫人道,他爷爷做梁道的起身时,给他们爷儿两个圆了利坚了 李婉娘点头 贾兰一面拿着叔子出来,来找宝玉 却说宝玉送了王夫人去后,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里戏玩 宝钗从李间走出,见他看得得意妄言,便走过来一看,见是这个,心里着实烦闷 细想,他只顾把这些出世离群的话当作一件震惊事,终究不妥 看他这种光景,料劝不过来,便坐在宝玉旁边,震震的坐着 宝玉见他这般,便道,你这又是为什么? 宝钗道,我想你我既为夫妇,你便是我终身的依靠,却不在情欲之私 论其荣华富贵,原不过是过眼烟云,但自古圣贤以人品耕底为重 宝玉也没听完,把那书本搁在旁边,微微的笑道,据你说人品耕底,又是什么古圣贤 你可知古圣贤说过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么好处? 不过是无知无事,无贪无忌 我们生来已献溺在贪嗔痴爱中,犹如污泥一般,怎么能跳出这般尘网? 如今才晓得聚散浮身四字,古人说了,不曾提醒一个 既要讲到人品耕底,谁是到那太出一步地位的 宝钗道,你既说赤子之心,古圣贤原以忠孝为赤子之心,并不是顿世离群,无关无戏为赤子之心 姚顺与汤,周孔时刻已就铭记是违心,所谓赤子之心,原不过是不忍二字 若你方才所说的,忍于抛弃天伦,还成什么道理? 宝玉点头笑道,姚顺不强朝许,五周不强已其 宝钗不等他说完,便道,你这个话一发不是了 古来若都是朝许,以其,为什么如今人又把姚顺周孔称为圣贤呢? 况且你自比以其,更不成话,薄仪书其原是身在商末世,有许多难处之事,所以才,有脱而逃 当此盛世,咱们是受国恩,祖父锦衣玉时,况你自有生以来,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爷,太太是如珍宝 你方才所说,自己想一想,是与不是?宝玉听了,也不答言,只有仰头微笑 宝钗应又劝道,你既理屈词穷,我劝你从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用功,但能博得一地,便是从此而止,也不忘天恩祖得了 宝玉点了点头,叹了口气,说道,一地呢,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 倒是你这个从此而止,不忘天恩祖得,却还不离其宗 宝钗未及答言,席人过来说道,刚才二奶奶说的古圣仙贤,我们也不懂 我只想着我们这些人,从小而辛辛苦苦跟着二爷,不知赔了多少小心 论起理来,原该当的,但只二爷也该体谅体谅 况二奶奶替二爷在老爷,太太跟前行了多少笑道,就是二爷不以夫妻为事,也不可太辜负了人心 至于神仙那一层,更是谎话,谁见过有走到凡间来的神仙呢 哪里来的这么个和尚,说了些混话,二爷就信了真 二爷是读书的人,难道他的话比老爷,太太还重吗 宝玉听了,低头不语 习人还要说时,只听外面脚步走响,隔着窗户问道,二叔在屋里呢吗 宝玉听了,是甲兰的声音,便站起来笑道,你进来吧 宝钗也站起来 甲兰进来,笑容可居的给宝玉,宝钗请了安,问了习人的好 习人也问了好 便把书子乘给宝玉瞧 宝玉接在手中看了,便道,你三姑姑回来了 甲兰道,爷爷既如此写,自然是回来的了 宝玉点头不语,默默如有所思 甲兰便问,叔叔看见爷爷后头写的,叫咱们好声念书了 叔叔这一成子只怕总没做文章吧 宝玉笑道,我也要做几篇手一手手,好去框这个公民 甲兰道,叔叔既这样,就你几个题目,我跟着叔叔做作,也好进去混场 别到那时教了白卷子,惹人笑话 不但笑话我,人家连叔叔都要笑话了 宝玉道,你也不至如此 说着,宝钗命甲兰坐下 宝玉人坐在原处,甲兰侧身坐了 两个谈了一回文,不觉喜动颜色 宝钗见他爷儿两个谈得高兴,便人进屋里去了 心中细想,宝玉此时光景,或者醒悟过来了 只是刚才说话,他把那从此而指四字单单的许可 这又不知是什么意思了 宝钗上自犹豫 唯有席人看他爱讲文章,提到下场,更又欣然,心里想到,阿弥陀佛 好容易讲四书似的,才讲过来了 这里宝玉和甲兰讲文,婴儿期过查来 甲兰站起来接了,又说了一回子下场的规矩,并请真宝玉再一处的话,宝玉也甚四愿意 一时,甲兰回去,便将书子留给宝玉了 那宝玉拿着书子,笑嘻嘻走进来,递给摄月收了,便出来将那本庄子,收了 把几步向来最得意的,如餐铜器,圆命包,五灯会员之类,叫出摄月秋文婴儿等都搬了,搁在一边 宝钗见他这番举动,甚为喊义,应欲试探他,便笑问道,不看他倒是震惊,但又何必搬开呢 宝玉道,如今才明白过来了,这些书都算不得时吗 我还要一伙焚枝,方为干净 宝钗听了,更欣喜异常 只听宝玉口中为淫道,内典语中无佛性,经丹法外有仙舟 宝钗也没很听真,只听得无佛性,有仙舟几个字,心中转右狐疑,且看他做何光景 宝玉便命摄月秋文等收拾一间净事,把那些语录,明稿及印制诗之类,都找出来 搁在净事中,自己却当真净净的用起功来 宝钗这才放了心,那席人此时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便悄悄地笑着向宝钗道,到底奶奶说话透彻,只一路讲究,就把二爷劝明白了 就只可惜迟了一点儿,临场太近了 宝钗点头微笑道,功名字有定数,重于不重到也不再用功地迟早 但愿他从此一心巴结正路,把从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是好了 说到这里,剑房里无人,便敲说道,这一番悔悟过来,固然很好 但只一见,怕又犯了前头的救病,和女孩儿们打起交道来,也是不好 席人道,奶奶说的也是 二爷自从信了和尚,才把这些姐妹冷淡了 如今不信和尚,真怕又要犯了前头的救病呢 我想,奶奶和我,二爷远不大理会,子娟去了,如今只他们四个 这里头就是五儿有些个狐媚子,听见说他妈求了大奶奶和奶奶,说要讨出去给人家儿呢 但是这两天到底在这里呢 摄月秋闻虽没别的,只是二爷那几年也都有些玩玩皮皮的 如今算来,只有婴儿二爷道不大理会,况且婴儿也稳重 我想到茶弄水,只叫婴儿带着小丫头们服饰就够了,不知奶奶心里怎么样 宝钗道,我也绿的是这些,你说得到也罢了 从此便派婴儿带着小丫头服饰 那宝玉却也不出房门,天天只猜人去给王夫人请安 王夫人听见他这番光景,那一种欣慰之情,更不代言了 到了八月初三这一日,正是贾母的名寿 宝玉早晨过来,磕了头,便回去,人到近世中去了 饭后,宝钗席人等都和姐妹们跟着行王二夫人在前面屋里说闲话 而,宝玉自在近世,明心为座 忽见婴儿端了一盘瓜果进来,说,太太叫人送来给二爷吃的 这是老太太的课食 宝玉站起来答应了,妇幼坐下,便道,哥在那里吧 婴儿一面放下瓜果,一面悄悄向宝玉道,太太那里夸二爷呢 宝玉微笑 婴儿又道,太太说了,二爷这一用功,明儿竞场中了出来,明年再中了近世 做了官,老爷,太太可就不枉了叛二爷了 宝玉也只点头微笑 婴儿忽然想起那年给宝玉打落子的时候 宝玉说的话来,便道,真要二爷中了,那可是我们姑奶奶的造话了 二爷还记得那一年在园子里,不是二爷叫我打梅花落子时说的 我们姑奶奶后来带着我不知道哪一个有造化的人家而去呢 如今二爷可是有造化的罢列 宝玉听到这里,又觉成心一动,连忙脸神定席 唯唯的笑道,据你说来,我是有造化的,你们姑娘也是有造化的 你呢? 婴儿把脸飞红了,勉强道,我们不过当丫头一辈子罢脸,有什么造化呢? 宝玉笑道,果然能够一辈子是丫头,你这个造化比我们还大呢? 婴儿听见这话,似乎又是疯化了,恐怕自己招出宝玉的病根来,打算着要走 只见宝玉笑着说道,傻丫头,我告诉你吧 未知宝玉又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